大家好,我是郭也许禅 这个视频来进入咱们今天的图解大盘 首先今天盘中给出了这样的一个高开低轴 而且像今天这样的一根阴线的话 它对应的对于个股层面来讲 实际上已经是属于非常具有杀伤力的这样的一个下跌 那么跌幅5%以上的个股 7%以上的个股明显在增多 好,那么我们来看 在昨天的话 它对应的是一个强顶分 铺武军的走法 而且在昨天的图解大盘 包括在前,尤其是在前天 前天的时候呢 就讲到这个位置 一分钟有被辞 然后呢五分钟层面来讲 五分钟先端上,先端下,先端上 他们之间也有被辞 所以说呢 先观察一个一分钟走的类型下 那么当前的话 从日开层面来讲 它是日线一笔下的发展中 一分钟走势类型的延续中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细节 例如从一分钟层面来看的话呢 那么当前从3278点位以来 它实际上可以把它当成一分钟的下跌 那么前面的这个位置 它是一个一分钟的中速固件 而且的话呢 我们如果说把前面的走势给联系 一起进行分析的话呢 咱们昨天在不管是突几大盘 还是在复盘的时候讲到这个位置呢 是实际上是一个一分钟的二三卖的这样的一个重合 而且呢在昨天突几大盘的时候讲到呢 这个位置不能把前面的缺口给补料 不能把前面的高点给约过去 实际上反弹的话呢 它对应的是找卖点的一个节奏来去看待的 好,那么当前的话呢 一分钟走势类型下的发展当中 因为这个离开段的目前还在延续 所以说呢 当前还不能视为一分钟 走势类型下完结 因为呢这个集点呢 它还在延续当中 好,那么我们再看五分钟 用五分钟的一个视角来去观察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在前面这个位置啊 我们来看 前面的在这个集点的话呢 它是五分钟的线段上 五分钟线段内部有比重数 有一分钟的走势 那么呢它内部是有被词的 这一段和前面这一段呢也是有被词 只不过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回落 明显的话呢 它把前面的低点给打破 打破的话呢 它实际上是一个五分钟的 防范的是五分钟走势类型的发展 什么意思呢 当前的话呢 实际上还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五分钟的线段本身来进行看待 中间有一个五分钟的比重数 而已 那么这个五分钟比重数一分钟走势来进行观察的话呢 因为当年还是延续当中 如果说这一段和前面它被词关系打破的话呢 你甚至还要防范 五分钟线段下的延续和一分钟走势类型的延续 但是呢 如果说最终这个位置和前面的被词关系没有被打破 那么后面呢 要以这个这个一分钟的中枢五分钟比重数的半分位呢 作为一个观察视角 如果说向上折返触发的是三连卖点 那么呢 继续观望继续防范 如果说呢 进入半分位的上方 回落不给心地 那么对应呢 只能期待一个五分钟线段上 一分钟的走势类型上的折返 不能突破前面高点的话呢 触发的是更大级别的这样的一个二卖 也就是五分钟的二卖而已 好 这是从五分钟的视角来去观察 用三十分钟视角来去看待的话呢 当前已经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三十分钟的线段下 就是前面的话呢 从三千四百二十四点位以来 它在三十分钟层面来讲 还是一个三十分钟出出震荡 好 上 下 上 下 上 这个三十分钟线段的话呢 对应了 它有MSD的这样的一个顶背离 这也是在前面 在这一个起点处呢 就已经注意到 而且呢 在点评的时候呢 已经有所留意 只不过当前的话呢 它直接上演了一个三十分钟线段的剧情 那么后面的一个考验几点的话呢 其实就在前低三千一百五一代 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 三十分钟线段的回落 最终 它没有把前面的这样的低点给跌破 或者在前面低点附近 内部呢 主要说有结构有背词 那么对应了 你是可以用三十分钟中速震荡的一个视角来进行持续近跟踪 而且呢 这是从三十分钟中速震荡的一个维度来去看待的 好 这是从三十分钟视角 日开的话呢 那么当前的一个状态呢 它是属于先观察日线一笔下的发展中来去看待 因为呢 在昨天复盘的时候 讲到了包括突几大盘 这个位置呢 今天呈现强顶分破五均 那么它不能短期的把这个顶分给化解掉 先观察日线一笔下的发展中 那么当前的话呢 不管是从板块来讲 板块的话呢 实际上是属于普跌的一种态势 那么呢 板块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普跌 而且的话呢 个股大跌的个股的话呢 明显在进行增多 所以说呢 在也是在昨天给他讲到 当市场不好做的时候 不做或少做 反而是更明智的选择 好 那么昨天呢 还特地对于列度 像对于新能源方向的话呢 那么重点对于风险的 这样的一个情形 大家举一反三 好 那么然后呢 做一个总结 总结的话呢 那么当前的这样的一个视角 来进行看待的话呢 依然管住手 然后的话呢 不要有侥幸之心 至于说 什么节点 又可以触发新的机会点呢 这个位置一分钟走完 先观察一个 五分钟的走出来形的回落 就是五分钟走出来形回落 一旦有被池 那么观察的是 从3424点位以来 三十分钟 中枢震荡 三十分钟枢震荡的话呢 如果说回落始终不破前面的 这样的一个低点的一个基点 你利用中枢震荡 五分钟被池的基点呢 你才能够去跟 如果破了前面的低点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你要观察的这一段和前面 是否出发被池 是否有新的强底分上五军的呈现 这才是应有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和应有的这样的一个思维逻辑 好 这是咱们今天呢 图结大盘的一个内容 那么呢 总之一句话 市场不好做的说 然后呢 让自己少亏 然后呢 管住手 少操作 甚至不操作 反而呢 是更理性的一种态度 而且这个视角的话呢 咱们在昨天 已经强调 而且呢 在前面 在9月13号的时间呢 激烈 当日讲到了30分钟 MS1顶位离 包括了这个位置先防范一个呃 一分钟组织内容下的回落 包括了3300点一带呢 它是一个承压的节点 其实呢 很多时候还是考验自己的呃 经位 对市场的经位之心 仓位的管理 以及呢 对于方法论呢 是否在进行严格执行 好 希望呢 对大家会有所帮助和启发 行情好的时候呢 咱们对于哎 板块也好 个股也好 会呃 有所这样的一个点评 那么行情不好的时候 那么对于风险 对于态度 这一块呢 也要引起重视 好 呃 再见